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对高增数学1综合练习3函数极限与连续函数这部分的西题进行讲解 在这一部分呢 主要包含下面一些内容 一函数极限的概念与性质 二函数极限的似的运算法则与复合运算法则 三极限存在定理与两个重要极限 四无穷小比较与函数极限计算 五连续函数的概念 六天端点及其分类 七出能函数的连续性 八有界b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及其引用 好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问题 第一题 由极限定义证明这样的一个极限结果 也就是2x减1分之1 当x减1的时候 极限等于1 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进行分析 考虑2x减1分之1减1的决定值 那么它是等于2x减1的决定值 除以2x减1的决定值 好我们要让它小于一个任意预先给定的证数 ε那显然这个不能是 是不方便求解的 而且我们对你重点关注的是 要找1x减1它的范围 那么通常的方法呢 是对x减1的决定值先给它做一个限定 你比如我们假设 1x减1的决定值是小于四分之一的 这是根据后面的分析 得到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把分模给它放小 2x减1的决定值 等于2乘以x减1的决定值 再加上1 好那么根据三角不等式 它是大于等于1减去2倍的x减1的决定值 再根据我们刚才的假设 所以它大于1减去2乘以四分之一 等于二分之一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 整个给它进行放大 它是小于2x减1的决定值 把分模放小用二分之一来代替 那也就是四倍的x减1的决定值 让它小于ε 那我们只要 x减1的决定值 小于四分之ε 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我们把 x减1的决定值的这两个要求 把它合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 这个上面结果的证明 好下面我们按照机型的定义 来把这个证明过程写一下 对于任意给定的ε大于0 我们取δ等于 要使得上面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我们取四分之一 和四分之ε小的 则当x减1的决定值 大于0 小于δ的时候 咱们有 2x减1 分之1 减去1 它的决定值 是小于y 成立 那么由 极限定义 我们由 x 趋近于1的时候 2x 减1分之1的极限 等于1 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啊 这里一定要注意 极限定义的三个要素 也就是 认给一个ε大于0 存在有一个δ 使得 x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呢 有 下面的不等式成立 这是极限的三个要素啊 那么这三个要素 都是具备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证明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题 由极限定义 证明 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个中间的x0呢 是一个不等于0的常数 那么同样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这里我们要考虑 x的平方分之1 减去x0的平方分之1 那它等于 x0的平方 乘以x平方 分之x的平方 减去x0的平方 那么由于这个时候 我们是考虑x减去x0 这样一个过程 那自然 我们要求x减x0 它的范围 好 那么如何来得到它的范围呢 和我们刚才的方法一样 我们首先 对x呢 做一个限定 你比如 我们假设 x减去x0 的绝对值 是小于 二分之一 乘以x0 的绝对值 那么由此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x的绝对值啊 是大于 二分之一 x0的绝对值 小于 二分之三 x0 的绝对值 这个由 三角不等式啊 三角 不等式 就可以得到 那么由此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 把上面 分解因式 有 x加上 x0 乘以 x减去 x0 这是x0 的平方 x的平方 好 我们对它 来进行放大 也就是 把分子 给它进行放大 那么 这里我们知道 x加x0 的绝对值呢 是小于 等于 x的绝对值 加x0的绝对值 而x绝对值呢 是小于它的 所以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小于 二分之五 x0 的绝对值 再乘以 x减去 x0的绝对值 分模 我们把 x的绝对值 用小的来代替 好 那这就是 二分之一 x0的绝对值 的平方 再乘上 x0的绝对值 的平方 所以这个是 等于 好 x0 绝对值 的立方 分之十 乘以 x减去 x0 我让它 小于 ε 那么 这两个要求 把它合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 相应的 data 好 下面我们把 这个证明过程 写一下 认给 ε 0 我们可以取 data 这个条件 那就是 小于 二分之一 x0的绝对值 然后 然后 再综合 这个条件 那这个就是 x减去 x0的绝对值 呢 它要小于 十分之 x0的 立方 乘以 y 所以 所以 这就是 十分之 x0的绝对值 的立方 再乘以 ε 则 当 x减去 x0的绝对值 大于0 小于 data的时候 有 x的平方分之一 减去 x0的平方分之一 它是 小于 ε 所以 咱们有 上面的结果 也就是 x 去 x0的时候 x0 x平方 等于 x0的平方 这就是 我们 要证明的结论 好 这是第二题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题 如果 有 这样的一个极限结论 也就是 fx 当x 去近a的时候 极限是等于大a 并且 f大于0 那么 f 开平方以后 它的极限呢 是等于 极限 开平方 这个结论是显然的 好 那么如何来用定义来证明呢 这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好 那么这里请大家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是 根号 fx 减去 根号a 它的 绝对值的平方 是等于 根号fx 减去 根号a 乘以 根号fx 减去 根号a 我们现在把其中的一部分呢 我们 换成 根号fx 加上 根号a 那显然 这个数是变大了 再乘以 根号fx 减去 根号a 而这个呢 是等于 fx 减去 a 好 那么这有什么用呢 一方面 fx 减 a 的 绝对值 可以和这个 以这条件 给它联系起来 而这里的 根号fx 减去 根号a呢 正好是我们 需要证明的 那么这样就可以完成 整个结论的证明 好 下面我们把证明过程 写下 认给一个 a 不得大于0 好 由于 x 去近 a 的时候 fx 的 极限是 a 所以 存在有 data 大于0 当 x 减去 a 的绝对值 大于0 小于 data 的时候 咱们有 fx 减去 a 的 绝对值 小于 那么通常是 小于 ε 但是 我为了保证 这个 部分 是小于 ε 的 所以 我不妨让它 小于 ε 平方 那么 由此 我们有 根号 fx 减去 根号 a 它是 小于 等于 根号 下 fx 减去 a 的 绝对值 这是 小于 ε 的平方 开平方 等于 ε 所以 这时候 我们来看 认给一个 ε大于0 存在 有一个 delta 当x 减a的 绝对值 大于0 小于 delta 的时候 有它 小于 ε 所以 咱们 有 当x 去 a 的时候 i 根号 下 fx 的 极限 是 等于 根号 a 那么 这里 请大家 注意 以相应的 条件 就是 保证 fx 它是 大于0的 那这个时候的 a 是不是一定是 大于0呢 不一定 这个时候 a呢 根据保滑信 能够推出 它是 大于等于 那么 请大家 想一想 除了这种 证明方法以外 还有没有 其他证明方法 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 我们可以考虑 a 大于0 和 a 等于0 这两种 情形 对它们 分别用定义 来进行证明 这个 留个大家自己 课后来思考 下面我们来看 第四题 设fx 在这样的一个 范围里面 是一个正值函数 就是大于0的函数 并且 有fx 加fx 分之1 让x去0的时候 的几线呢 是等于2 现在要证明 这个结果 好 那么同样 我们如果 进行分析的话 我们是要 关注的对象 是fx 减1 这个部分 要让它 小于任意一个 预先给人的 y 那么这样的 一个式子 和我们所 给的条件 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表面上看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 把这样的一个条件 给它重新写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x 去击0 fx 加上 fx 分之1 减去2 它的极限 等于0 那这个也就是 x 去0的时候 fx 分之1 fx 减1 它的平方 等于0 好 那么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的分子部分呢 正好出现了 有fx 减1 这样一部分 所以 通过这样的 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把条件和结论 呢 给它联系起来 下面我们把这个证明过程 写一下 首先 由于 这个fx 当x 去击0的时候 fx 加上 fx 分之1 的极限 是等于2 所以 存在有 data1 大义0 当 x的决定值 大义0 小于data时候 我们有 fx 加上 fx 分之1 让它小于 3 这个根据极限定义呢 马上就可以推出来 这就是通常讲的极限 存在的话 那么函数所对内有接性 那么由此 我们推出fx 是小于3的 好 那么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事情 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考虑刚才这一部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通过fx 小于3 这个条件呢 我们把 这一部分呢 把它换成一个更小的 也就是它 要大于 fx 减1 的平方 除以3 好 那么 如果 用 上面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 把它和我们所证明的结论呢 给它联系起来 好 那么由于 这样的一个结论 由此 我们有 这个f fx 减1 它的平方 fx 它是大于 3分之 fx 减1 的平方 而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 根据定义 因为根据所给的条件 这个极限是等于0的 所以它可以预先 给 它可以小于 一个 任意给定的一个 一个常数 好 这时候我们 根据所给的条件 我们不妨让它小于 三分之 ε的平方 好 那么如果这个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下面我们要说的事情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 在这儿 根据定义 有 定义 对于认给的 ε大于0 存在有 data2 大于0 当 x的绝对值 大于0 小于 data2的时候 我们有 这个fx 减1 的平方 除以fx 它要小于3分之 y的平方 那么由此 我们有什么东西呢 由此 有 根据 它是小于 它的 那么由此 有fx 减去1 的绝对值 是小于 ε 好 这个时候 请大家注意 根据定义证明的话 我们要寻找 正体相应的 data 那这个时候data呢 我们要让它两个条件 满足 一个是 它小于3 fx小于3 这个条件 那么只需要 x绝对值 大于0 小于data1 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把 这两个条件 给它综合起来 就是 data1 和data2 也就是 只要 x的绝对值 大于0 小于 data的时候 就一定有 这个结论成立 那么这个不正好 就是我们所要 证明的结论吗 所以 到此 我们完成了 这个 命题的证明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五题 第五题 是 求极限 这里设计到 函数极限 和数列极限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 第一题 第一题呢 这里是 求 sinx 减x 除以x平方 这样的一个 函数的极限 大家首先想到的方法 就是等价 无穷小代换 但是我们知道 无穷小的因子 在这个 乘出中间 也就是做 乘法 或者是 除法因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等价 无穷小 进行代换 在加减法中间 是不允许代换的 所以这里的 sinx 我们不能够 简单的 用x 来替换 那怎么办呢 后面我们 学到 罗比达法则以后 大家知道 用罗比达法则 我们很容易 把这个极限算出来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寻找 其他的方法 这里请大家注意 在计算 基线的 混中间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 加比定理 我们来看看 如何用加比定理 来计算这个 基线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 分子中间的 x 给它提出来 和 上面 约掉一个x 所以这里就是 x分之 sinx 减去1 那么看到 x分之 sinx 这个大家自然想到 我们在前面 介绍 这个重要极限的结果 也就是 x 趋近于0的时候 x分之 sinx 它的极限等于1 如何来证明 这个结论的呢 我们是用加比定理 我们用到了 当x 属于0到2分之π的时候 我们有 x分之 sinx 它是小于1 大于cosx 所以利用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把 上面的函数 基线所设计的函数 x分之 sinx 减1 那么它是小于0 大于 x分之1 乘以 cosx 减1 那就是x分之 x分之 cosx 减1 这里请大家注意 左单 x x分之一 三应x除以x减一 这个极限呢 等于零 那么同样 对于零减的时候 只需要做一个代换 零减的时候 这个结论呢 根据刚才的结果 也是等于零的 因此我们所求的极限的结论呢 是等于零 这里我们巧妙的 用到了证明这个重要极限的时候 所用的加比方法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题 这个极限呢 明显是属于 1的无穷大次密 这种类型的极限 那这个时候 我们自然想到的是 重要极限之二 也就是当x 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1加上x分之一 的x密 这个极限等于1 这就是所谓的 另外一个重要极限 你用这个重要极限 来进行计算 好 人是 等于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 经过 对这个函数 进行变形 把它转化为 1 加上 这个2x加3 除以2x减去1 这个是x 好 它等于 x去进一 无穷大 这里是1 加上2x分之3 咱们把指数部分呢 错出一个3分之2x 整个这一部分 当x去进 无穷大数的极限呢 是等于1的 好 那么上面 我们再乘一个 2x分之3 再乘一个x 好 这一部分的极限 是等于1 所以 整个极限的结果呢 是等于1的2分之3次米 好 这是我们利用 重要极限 来计算 函数极限的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题 好 那么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不能够 直接用极限运算法则 来计算 这样的一个 函数的极限 道理是 因为当x去进一的时候 分子分模的极限都是0 尤其是分模的极限等于0 所以这时候 我们不能够用 两个函数相除的 极限运算法则 这时候怎么办呢 等价无穷小 尽管分子分模 都是无穷小 但是 我们不能够说 它是与7πx等价 2πx等价 因为2πx和7πx 在x去进0的时候 这个过程 它不是无穷小 所以这里 没有相应的 无穷小代换 那么 怎么要考虑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里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这个过程 把它变换一下 我们令 x-1 等于t 那么这里的x呢 就是等于t 加上1 因此 上面的极限 就变成 t趋近于0 分子是 sin7πt 加上1 加上1 下面是sin2πt 加1 t 趋近于0 那么有三角寒数公式 分子是sin7πt 加上sin7π 分子是sin7πt 加上7π 所以等于 所以等于负的3 所以等于负的3 因7πt 至7 这是通过把这个函数 在变量 自变量 做一个替换 把这个过程 x趋近1的过程 变成了7 趋近于0 这个变于我们用 一个重要的等价 无穷小关系 x 3x和x等价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是x趋近于0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求与三角函数 相关的极限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一个等价关系 好 第四题 这时候x趋近无穷大 那我们主要需要看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把它进行变形 我们看看 用三角函数的公式 那么它等于x趋近无穷大 x平方 这就是-2 乘以sin x分之1加x分之3 除以2 那就是sin x分之2 再乘以sin x分之1减去x分之3 那就-的x分之1 好 这个是等于 等于x趋近于无穷大 2倍的x平方 sin x分之2 乘以sin x分之1 这里请大家要注意 这个过程是x趋近于无穷大 所以x分之1 它是一个无穷小 因此我们可以用刚才sin x与x等价的这样一个等价关系 把上面的极限的函数进行替换 就2除以x 这是一部分 上面是x分之1 这又是一部分 所以很自然 最后的结果呢 是等于4 好 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下面再看 第五题 Q 这样的一个极限 好 那么 如何来进行计算呢 那我们想到的办法是 先来对它进行通分 因为和刚才的道理一样 就是 你要用4的运算法则的话 两个函数相减的4的运算法则 你要求这两部分的极限 都要存在 那实际上 当x趋近于2π的时候 这两部分都是趋近于无穷大的 所以你不能够直接用4的运算法则 那么怎么办呢 这时候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替换 就是 令x减去2π等于t 那就是x等于2π加上t 所以上面的函数的极限 就变成了t1趋近于0 好 这是π cosnr分之π加t 在上面是减去2π的2π的2π加上t 好 10点x是等于负的 擴探点t 擴探点t 前面一个负号 相加 好 那么这个 我们得到 它是 等于t 趋近于0 通过变形啊 我们发现 因为 我们可以把 能够计算出来的极限 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对哪一部分的极限 是存在的呢 你看 对你的2倍的t 乘以擴探点t 这一部分 当t趋近于0的时候 今天是存在的 那么剩下的部分呢 是 再加上 π 乘上 擴探点t 再减去 sin t 分之π 好 第一部分 t 趋近于0的时候 这个2t 擴探点t 是等于 sin t 分之 cos t啊 这是一部分 后面再加上 π 拿出来 t 趋近于0的时候 那这里是 sin t 分之 cos t 再减去 1 这样的一个 形式 那我们知道 sin t 用t来替换 cos t当t去0的时候 极限等于1 因此 第一个部分 这部分的极限 是等于2 而这一部分 我们知道 cos t 减1 它是于 负 二分之 7的平方 等价 sin t 这部分 它是于 2 对于7 是等价的 所以当 t去0的时候 后面这部分的 极限 是等于0 因此 最后的结果 是等于2 好 我们来看 第六题 这是一个数列 极限 显然 它是1的 无穷大次密 这种 类型的极限 那和我们刚才 介绍的方法 一样 我们可以 利用重要极限 1 加上 n分之1 加上 n平方分之1 然后这里我们 凑一个 n分之1 加上 n平方分之1 分之1 好 再乘以 n 再乘以 这一 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 这一部分 的极限 是等于1的 那我们现在 只需要来计算 这这部分的极限 这一部分的极限 是等于多少呢 n取近 无穷大 n 乘以 n分之1 加上 n平方分之1 好 那么这个极限呢 是等于1的 因此 原式 是等于 1的 一次密 就是等于1 好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在计算极限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 这个极限的类型 如果是属于 1的无穷大次密 这种类型的话 那么自然想到的 就是重要极限的结果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七题 好 那么第七题呢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 这个类型 当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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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进行 正无穷的时候 ag 你不能够直接用等价无穷小来进行代换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凑一下 x趋近于正无穷 1加上π分之2 rkπ0x-1 好 那这里分子我们也凑一个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就用括号来代替 整个这一部分 再括号再乘以x 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就变成了要求这个极限 x趋近于正无穷的时候 x乘以括号 这个括号就是π分之2rk tand x-1 好 那么如何来计算这个极限呢 这时候我们想到的办法是 先做一个替换 那么做一个什么样的替换呢 我们可以令rk tand x等于u 那这时候 当x趋近正无穷的时候 u是趋近于2分之π x呢 是等于tand u 这里是 这里是π分之2 乘以u 再减去1 好 这时候怎么办呢 当u趋近于2分之π的时候 那么如何来计算这个极限呢 这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做一次提换 令u 等减去2分之π 等于t 那么这时候 它等于 t趋近于0 这里是 tu呢 是等于t 加上2分之π 所以 碳定力t加2分之π 是等于 负的 国碳定力 t 这是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是等于π分之2 乘以t 加上2分之π 再减去1 好 负1 把它拿出来 所以 这里有一个π分之2拿出来 负π分之2 这里是 t 趋近于0 括弹 t 再乘以 t 那么括弹的t是等于sin t分之cos t 再乘以t 这个极限是等于1 所以 它等于 负的π分之2 因此 我们要计算的这个极限 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1的 负 π分之2 这是 第七题 的结果 下面我们来看 第八题 那这个很显然 我们可以 把分子呢 用三角公式 把它变形 这两倍的sin x 拿出来 那这里是那个cos x 减去1 下面除以x的利分 所以直接 用等价五重小来换 sin x呢 是与x等价的 cos x减1呢 是与负二分之1x的平方等价 再除以x的利分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等于负1 好 那么通过上面八个小的极限计算问题啊 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 如何来计算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所谓不定型 函数的极限 这里我们主要是用 等价五重小 贷款的技巧 当然 归根结底 还是用到两个 重要极限的结论 那么除了这样一些 计算函数极限的方法以外啊 我们后面 学了导数以后啊 还有一个 非常有效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 罗贝尔法则 罗贝尔法则